她是一名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非洲辣妹 只是站在路边接了个电话 就遇到一名精神小伙搭讪 小伙直言不会地说在老远的地方 就被女人恶娜的倩语深深地吸引住 她希望美女能给一次深入交流的机会 不料美女说她已经结婚了 小伙面露遗憾地说真是太可惜了 接着指着不远处的两辆豪车说那些都是她的逮捕工具 包括路边的豪宅都是她的 如果美女还是单身的话 不用像别人那样苦逼奋斗十年二十年 就能享受到羡煞旁人的物质生活 就在美女浮想连篇的时候 她的丈夫摩拳擦掌地站在了小伙的身后 看她五大三粗怒发冲冠的样子 小伙立马就怂了 她说自己年龄还小 只是跟美女问个路 标情大汉二话不说 扛着她就要带她去做全身检查 有过一次求爱失败的经历后 小伙觉得网恋或许会来得更靠谱一些 今天是网恋奔现的日子 她的脸都笑开了花 驾车一个小时后来到了约会地点 站立不安地她幻想着初次见面的美好 看到网友来了后立马给自己加油打气 她模仿着飞舞的首饰向美女靠近 演练数次地开场白当想说出口 不料美女送了个白眼就擦肩而过了 接着就投入到男友的怀抱中 看着情侣潇洒地离去 她站在原地干大到手舞足蹈 几个小时的等待让她彻底失去了耐心 电话中她愤怒地说 如果再不出现的话那就分手 然而对方一句 亲爱的你别走就让她彻底失去的理智 隔着手机对着空气就是一顿轻轻 十分钟后小伙还在为自己 欲情故纵的恋爱技能沾沾自喜的时候 手机铃声响起了 就在小伙接电话的同时 令小伙子难以置信的是 她的前方竟然是一位 体态富饶为五雄壮的女汉子 这可与朋友圈中楚楚动人的美人相差甚远 她喃喃自语地说 肯定不是自己喊了数天的亲爱的 她冲着电话喊了声对方的网民 不料对方竟然朝她招手回应 这不禁让小伙乱了阵脚 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跑路 至此一场网恋奔现变成了单向奔赴 小伙心有余悸地逃至一棵大树底下 正暗自庆幸自己跑得快时 殊不知身后的美女正如一头野兽 一般慢慢向她靠近 手里还拿着一段树枝不断撩拨着小伙 此时哪还有什么劫后重生的幸运 只剩下处心积虑的杨某 任凭小伙生死历劫的呐喊求饶也无济于事 随着小伙对美好爱情的幻灭 她也被美女扛到了家中 原来爱情不是你想谈就能谈想散就能散的 就在美女得意忘形时 小伙从后门溜出了房间 她站在院子里骂骂咧咧地说 女人的身材肯定是遗传了大象的基因 可一回头就和美女撞了个满怀 原来美女为了延续这段爱情将院子的大门锁上了 然后将要是藏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 小伙苦苦哀求美女放过自己 不料美女在她面前边转动身体边说 像她这样拥有完美身材的女人 随便走在大街上都能吸引无数男性的目光 难道你就没有那么一点点心动吗 小伙说她还想多活几年 现在的状况就是你轻我不愿 最后两人的争论上升到了肢体冲突 手无腹肌之力的小伙被美女扑在地上一顿摩擦 幸好邻居听闻惨叫及时赶到现场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清醒后的小伙已经是慌不择路了 真是应了那句开始有多潇洒 后面就有多狼狈 最后提醒大家网恋有风险 奔献需谨慎